代理成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值与委托人组织。 个人或群体和代理之间关系相关的成本,代理人有权代表委托人做出决定。 然而,双方的动机可能不同。 代理商通常拥有更多资讯。 委托人不能直接保证代理人将始终以其委托人的最佳利益形式。 这种潜在的利益冲突会增加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值与委托人组织。 个人或群体和代理之间关系相关的成本,代理人有权代表委托人做出决定。 然而,双方的动机可能不同。 代理商通常拥有更多资讯。 委托人不能直接保证代理人将始终以其委托人的最佳利益形式。 这种潜在的利益冲突会增加代理成本。 有多种方法可以降低业务环境中的代理成本。 一、明确代理人和委托人的角色和责任。 明确代理人和委托人的角色和责任很重要,以避免混淆和误解。 二、建立一套明确的规则和指南。 建立一套明确的规则和指南以确保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最佳利益。 这一点非常重要。 应定期审查和更新这些规则和指南,以确保他们保持相关性和有效性。 政治背景下代理成本的一些例子包括。 一、当政客、校长,通过一项为其竞选活动的主要贡献者,而不是选民校长服务的法案时。 二、公司经理、代理人收购其他公司以扩大其权利,或为浪费和不必要的业务提供资金时。 三、股东委托人、承担企业管理者、代理人,收购其他公司以扩大其权利的费用,或资助浪费和不必要的业务时。 在政治背景下,降低代理成本的一种方法是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这可以透过增加公众对政客行为及其代表选民做出的决定的资讯的可尽性来实现。 例如,政客可能需要定期向选民报告他们的行动和决定,而这些报告可以向公众公开。 这将使选民能够让政客对其行为和决定负责,从而降低潜在的代理成本。